南港区民俗委员会委员们逐一颁发奖助学金给年轻学子 这一次南港区共有50位优秀学生获奖 南港区民俗委员会发明期盼借此鼓励学者们持续不懈努力向学 南港区民俗会颁发奖学金已经超过30年 以前的年代是所谓的清函奖学金 那我们现在颁发的是优秀学生的奖学金 所以状况是有点不一样 可是我们都是同样一个理念就是激励学生 让他们学业能够更加进步 我们的李明还有李盖世一同上台 接受我们今年寒冬送暖 除了奖助学金外 南港区共有所还号召了多个慈善团体 在过年前夕自在南港区100户弱势家庭 寒冬送暖维稳金 希望能协助弱势民众温馨过好年 基本上公家都会有一些社会客 就是主义社会福利在处理 但是其实你会叫在法令上 难免有一些空洞灰色的地方 比如说有些确实是需要帮助 但是在法令上他又还没到那个部分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地的李长 对我们的李明是最清楚的 所以有些慈善团体进来的赠助 我们会请李长就他里内需要资助的人 然后提出名单 那我们就会给他这一点温暖 我们当初成立的时候就是宗旨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不办活动 我们都是配合在地的政府 来做一些资源跟协助 所以你是希望把自己的一些资源给需要的人 对 因为我们是本身是庙宇嘛 那个因为是宗教 那宗教就是秉持于大爱的精神 那我们会将信徒所捐献的那个金钱呢 然后做于最好的利用 一开始是跟这个南港社会局 南港区公所去合作 对然后有他们的帮助 像我们才能有今天这个活动 参与这样子的很棒的活动 对那我们李总市长 他也是就是秉持着爱的循环 散的循环的这个宗旨 他希望让这个散的循环继续下去 在南港区各里里长陪同下 若是民众欢喜的收下维闻金 对于各界的爱心与关怀 里长非常感谢 对于这些捐赠者 比如说刚刚讲的绍兴纪念馆 台北府城王庙 还有这个中亚 中亚这个慈善基金会 我们都很感动 所以我们身为里长 一定要好好的去临选 筛选这些 就是真的有需求的 要善家利用这些善款 来感谢这些善线人士 善心大德 除了温馨的奖助学金 与寒冬送暖问金发放 活动现场还邀请原住民 艺术文化团体 新世纪文化艺术团 及由南港在地 新住民组成的 流流舞异团 带来精彩的新村舞蹈表演 让人惊艳 也为这场公寓活动 增添光彩 记者张旗腾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